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 在我们现场的是 淡江大学国际修理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李大宗 他同时也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理事长 那么也非常欢迎大家 这个李大宗李教授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也可以收看直播 好 李老师早 彭尼早 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 大家早 我相信今天应该 这个两岸关系大调查 应该你甚至于可能会接到 国际上面的媒体来跟你访问吧 好 我们在一周国际焦点当中 我们先来看的是 上和组织的会议 这一次的会议 当然大家关注的是 有几个关注焦点 就习近平两年多第一次出访 然后习近平跟普京的会面 然后伊朗的加入 然后这里面呢 中级乌铁路的确立等等的 我们如何来看待 这一次的上和组织会议 对 因为这次上和组织会议里面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中国大陆一个展现它 这个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那从会议的结果来看 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峰会的文件叫做 萨玛尔汉的一个宣言 因为这次举办地点 在这个乌兹别克的第二大臣 萨玛尔汉 那这个宣言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 里面有几个关键字 第二个关键字就是 它非常讲究是 以联合国居于中心的协调地位 这一点其实跟北京的立场 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那也提到说建构更具代表性 公正民主的多极化的 这种世界的秩序 那当然还有一些是 就是一直以来 上和组织在宪章里面 所强调的基本原则 什么不威胁使用武力 反对集团化 反对意识停态化的 这种对抗的思维等等等等 但是就像刚才所提到说 这一次上和峰会里面 最重要的议程 还是跟峰会的扩大是相关的 因为在这次举办之前 我们都知道 上和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只有八个 那观察员四个 对话伙伴是六个 那这个三层构起来 叫做上和大家庭 因为习近平一直在讲这个概念 那这次峰会里面 就是伊朗已经 这个完成所谓的 这个上和会员国的义务备忘录 就是第九个会员国 那新的会员国 还有一个是白俄罗斯 也在启动他的一个 成为会员国的程序 就是他要从观察员地位 跨升到所谓的会员国 还有新增好几个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对话伙伴 就是比较外围那一层 包括埃及 沙烏地 阿拉伯跟卡达 这三国已经是 中东地区 中东地区 对话伙伴的备忘录 那也包括像巴林 马尔地夫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就是阿联酋 科威特 缅甸 这些国家也是确立 他要成为新的上和组织的对话伙伴 所以涵盖的是中东南亚 一直到东南亚 对他非常非常广 其实也是 因为就是他现在有点迈向是一个新的 欧亚的整合的机制 因为你看他的会员国 观察员跟对话伙伴里面 从这个中俄开始算起 包括中亚 南亚 中东 北非 东南亚 都已经涵盖在内 对北非 埃及 对对对 所以像这次白俄罗斯总统 特别提到说 上和组织有可能在外会 从区域性的组织 慢慢慢慢成为 这种全球性的机制 但以目前来看 距离所谓那种广泛性的全球机制 还有一大段距离 当然 但是比最早 我们看从上和五国开始 到20年前 2001年到这个上和组织六国 到前几年 2017年 纳路印巴 到现在其他 真的是有那种迈向 欧亚整合那种比较 宏远的一个企图性 就快速的朝向扩张的路 对 而且你从他的涵盖范围里头 大概就是 欧亚大陆的两边之外的中间 几乎全部 几乎进去 对不对 那也很有趣 就是地理范围的扩大 还有他汇国树木的成熟 老实说 以美国的角度来看 就是他可能一开始认为说上和组织还好 大概是一个中俄主导下的 有些媒体说是个俄军的集合 这就比较 不是那么重视他的角度看待 但是在这几年 其实我觉得他的 隐隐约有那种牵制美国的意图 这种情况是比较明显 美国也开始警觉 因为这也代表上和组织一直在谈的权力的多极化 那并不是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传统美国或西方所主导的 但这里面还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议题 比如说中国大陆的角色 因为非常的主导 那未来会员国数目这么多 虽然外面会说很多的国家在里面是隐约有一种 这种非西方性 但是会不会随着组织的扩大会员国数目增多 中国大陆影响力也有可能被稀释 但不管如何 这个主要成员扩大的确有很多国家 因为美国国家进来的不同一些考量的理由 那的确是 就不能够讲说所谓的各自有各自的各怀鬼台 但一定有他的一些理由跟因素才进来 这里面比较有趣像伊朗的加入 伊朗加入因为他们跟很多的组织一样 其实都是采取就是共识制 所以每一个原本的会员都必须要答应 那在原本的会员当中 有印度有巴基斯坦 还有中亚四个国家 包括了哈萨克 还有吉尔吉斯 塔吉斯跟乌兹别克 塔吉克跟乌兹别克 这里面其实美国 其实有很努力的 在这几个国家做关系 印度也好 中亚四国更明显 但是这几个国家 其实等于是干冒美国大博会同意伊朗 对 这件事情其实也还蛮微妙的 因为其实从911事件之后 其实美国对中亚的着力也没有少过 因为当时还甚至为了一些反恐的需求 说我在里面也要设立一些军事基地 方便我去反恐 所以美国的设立其实一直都想在这边 更根深蒂固一些些 但这个地带里面传统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角色和影响力还是非常非常的深 那伊朗能够进去对美国来说应该不是一个乐见的一个趋势 因为当然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讲说中国大陆俄罗斯跟伊朗三边那种深化的合作关系是对美国视为是眼中钉 其实老实说这三个国家并不是没有三个两边关系 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个矛盾或是芥蒂的 但是都有面临到美国战略的压力 那尤其是俄罗斯跟伊朗来说 他同时是一个美国是目前正在进行式的制裁对象 所以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厉害关系 所以伊朗进去之后 其实这个还是会为这个组织里面增添美国跟其他西班国家一些更强大的一个警戒 或是一个比较更加的一个忧虑 那当然其实上和组织因为其实在整个组成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虽然是主导推动者 但是呢一直非常努力小心翼翼的去维护俄罗斯的利益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次他们也很小心翼翼的在每一次拍照的时候 都让俄罗斯站在C位 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C位 可是无论如何实质发展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实质的利益会出现矛盾吗 中俄之间 所以我们等一下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就来看 这一次中俄跟上和组织之间各自的关系 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利益考量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今天现场我是陈凤馨 那么这个每个礼拜二呢 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李大宗李副教授 他也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理事长 好李老师我们接着就要来看的是 中俄和上和组织分别 他们的实质利害关系 可能想法会有不一致 但是共同点跟相议点如何看待 对还是有个共同点就是 其实上和组织一开始也有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区域的反恐 那这么多年来 他其实更加制度化 除了这种这一次的元首峰会之外 他其实还有那种总理层级 部长层级 还有所谓的反恐中心 那但是我们如果看的话 在过去20年当中 其实上和组织在反恐这方面 做的是比较深化 有一些明确成果 但是在区域里面的促进 区域的经济整合 或是中国大陆讲的这种一体化 其实他的成果是比较缓慢的 近乎是零 这里面可能还是牵涉到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隐隐约约的一个竞争性 对就中国他希望能够借由上和组织 不只是反恐 更经贸融合了之后呢 其实对于反恐反而帮助比较大 可是俄罗斯并不希望 中国的经贸势力进入他的后院 对其实早在大概2003年时候 这个上和组织成立没有多久 其实中国大陆就提出说是要设立 上和组织的自贸区 还要设立所谓的上和组织的发展银行 但这些所谓的倡议跟一些努力 其实都没有成功 后面的确是俄罗斯 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俄罗斯也面临到两难 因为冷战结束之后 他的国力是下降 他的经济地位是下降 但是他在应对美国上 他是需要这样的机制 跟中国大陆做合作 但是很苦恼的地方是 他也不希望这个上和组织 做出来之后 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会比较独大 这也是他比较矛盾的地方 所以他陷入一个两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俄罗斯其实有他 所谓的一个叫做 欧亚经济联盟一个设置 这个设置在在2011年的时候 有三个国家就在做 俄罗斯白罗斯还有所谓的哈萨克 那这个机制是在2014年正式启动 就是在三个国家 然后在2014年的年底 有亚美尼亚跟基尔基斯 所以这是他一个对区域的一个规划 因为这个欧亚经济联盟 还有他在2017年 俄罗斯普廷有抛出 说所谓的这个大欧阳伙伴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 以他为主导的一个 增进跟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 一个紧密的经贸关系 而且这欧亚经济联盟 有点像是从关税联盟开始 慢慢在资金 在这个商品 在服务一个 所谓的一个更加的一个紧密 跟自由的流动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 上和组织就仅限于反恐 经贸整合 他希望排除中国 对 所以可是对中国大陆 他一开始设计是上和组织 可能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区域整合 那中国大陆的利益 跟里面更加的一个紧密 这次会议有改变吗 我觉得这次会议里面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有些 他的战略压力 因为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一个处置的方法是 他后来比较做的就是 我自己推我的一带路 我自己在推我的亚投行 那我这个地方 可以不受中国大陆的牵制 因为在上和组织里面 俄罗斯就是一股 不能忽视的力量 所以这一次里面 我觉得北京 当然也会想看习近平 他在发表他的演说 跟中国大陆的宣言里面 会特别想到说 一带一路 还是要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其他的机制 包括欧亚的这个经济联盟 等等要做所谓的对接 OK 他希望用先来慢慢的 跟你整合的方式 来加强经济影响力 而不是直接用上和组织 来取代欧亚经济联盟 因为上和组织 可能在这所谓的经济的 深度的整合方面 可能就他会受到 比较多的限制 那这一次里面 其实俄罗斯我觉得最近几年 尤其是克里米亚危机之后 到今年的俄乌战争 其实俄罗斯 他承受到的压力更大 所以上和组织 对他讲很重要 因为他是个多边机制的平台 而且刚刚提到 里面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牵制美国的影响力 或是所谓的非西方 或是非美国的这种 定位在里面 那再加上中国大陆 目前来讲 对俄罗斯更加重要 所以他在很多的地方上 他的考量可能会比过去 更加松动一些 比如说刚讲的这个 中吉乌铁路 过去其实俄罗斯是有一些 有一些他不同的意见 但是这一次他可能就比较 愿意去释放这样的 我同意 这样的一个政策 中吉乌是从中国大陆的卡斯 然后一路到基尔吉斯 然后再到乌兹别克 那看起来好像只有到 这三个国家事实上他后续可能 还会一直延伸 然后到伊朗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样子一路往这个伊朗延伸出去的话 这个铁路等于往东 就是从中国大陆一路接到他的沿海 就是出海口 往西是有机会到印度洋 这个出海口 所以是一个很大 很大一个企图心的一个建设 所以这也可以看到俄罗斯的一个 它在自带上可能一个比较稍微软化一些些 所以我们能够去观察 就这是一个好的角度吗 就是说去观察 整个上合组织 因为他现在很多纳进来的这一些国家 我相信他们心里头想的也不纯粹是反共 对 我们也有这个经贸整合的这一个态度在 才会在今年如此大爆发 大家都要申请 所以上合组织是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个区域经贸整合的 组织的方向前进吗 对 我觉得还可能没那么的容易 这都需要再实践 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过去20年在这方面的进展是非常非常有限 那假设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都需要一些时间 才有可能再往下走下去 好 那当然这一次最受瞩目的 还有就是习近平跟普京的见面 对 这次会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习近平当然 你看后来释放出来的讯息 就是他表达了就是对两人的关系 还有我们要成为世界大国 然后我们必须要负起我们的责任 完全绝口没有提乌克兰 反而是普京呢 他自己主动的说习近平有关心乌克兰 然后希望战争能够赶快结束 这如何解释 对这一次当然我们说这次终于实体见面 从俄乌战争 这个北京都好之后的见面 那通常外界关键就两个议题 一个俄乌战争 那一个就台湾 那而且双方早就在说 对彼此各自的核心利益 跟各自关切的重大议题是相互支援 那对俄罗斯而言 摆在眼前当然是俄乌战争 但从中国大陆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文件里面 比较看不到但是从俄罗斯方面他他讲啊 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 呃通通卫星通讯社报导 普提在会会见中告诉习近平 俄罗斯真是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平衡立场 而且北京在乌克兰议题上的关切 我们可以理解 他是用这样的角度来去陈述中俄在这方面的一些沟通 因为老实说北京到目前为止他的政策 我觉得他的立场还摇得非常紧 就是说你说有多少实质在尤其在军事的援助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 因为这美国给北京很大压力 美国虎视眈眈眈 巴不得能够抓到一点 如果有早就已经是摊在台面上 我想这是中国大陆他目前的底线 但是在政策上在外交上 他基本上还是比较具平衡 就领土独立主权完整没有问题 和平解决争端赶快结束战争 但是反对制裁俄罗斯 而且是能够充分理解俄罗斯在这议题上 北约东国上的关切 就是这没有改变过 但是我认为普京要的 心里面真正想要的应该不只是这些 所以这一点普京公开说出来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那么除了习近平跟普京见面 因为当然讨论了非常的多 其实有一个观察焦点 就是习近平没有跟莫迪见面 其实习近平也没有跟教宗见面 他在哈萨克的时候 教宗也在哈萨克 他也没有见教宗 教廷有表达说想要安排两个人会面 他反而婉拒了 他就中方反而婉拒了 然后习近平在上河会议当中 见了12国的领袖 这个俄罗斯 哈萨克 基尔吉斯 乌兹别克 土库曼 塔吉克 伊朗 白俄罗斯 巴基斯坦 蒙古 土耳其 亚赛 拜然 这 都见偏了 反而就是没有见莫迪 为什么 这的确是最另外一届 这个 这个好奇的地方 因为当一旦 当开始确定说莫迪会到现场 其实外界一定是关注 这个上河组织也有非常多一个 这种双边或多边碰面场合 那除了普丁 对习近平之外 那习近平对于这个莫迪 会不会在这次见面 那最后证明是 其实没有 的确是很令人意外 因为在这次上河组织峰会之前 看起来已经有些蛛丝马迹 因为双方有护地感染症 有 有护地感染症 尤其在军事上 因为在7月17号 才举行中印的第16轮军长会议 因为我们知道 从2020年到现在 影响中印关系 不能回温的主要的静音 就是在边界冲突 那2020年的边界冲突 我们知道是这个加勒万河谷 那时候是双方有很多的死伤 很多细节到目前为止 外界还不知道 但是经过2021年 双方从这个班公湖地区撤军之后 慢慢似乎有些和解的迹象 那这一次是16轮军长会议 是在7月中旬 那我们看到在9月8号的时候 其实已经双方按照第16轮军长会议的 一个共识 在做撤军 就是从双方各撤一步 一个据点 这据点是在这个加南达坂 这个高格拉温泉地区的第15巡逻 巡逻点 虽然双方同步撤军 军事上叫做脱离接触 人数不多 这据点里面 但是会视为是 这是一个和缓的征兆 而且那个时间点 敲得恰恰好 就在上合组织会议开会前 一个礼拜左右 对啊 所以的确当时很多人说 有可能就在做铺陈 因为这铺陈是由下往上一点一地 这是军事的部分 在外交上 其实王毅跟这个印度的外长 这个苏杰森 今年至少碰过三次 对 第一次是节目中有谈 在三月份的时候 无预警的突然到了印度 王毅在三月底的时候 先去巴基斯坦 参加伊斯兰合作组织 外长理事会 然后去阿富汗 3月25日是突访印度 印度里面 当时他见了印度的高僧 也包括 这个印度的外长苏杰森 也谈了很多 但外界最关心是谈俄乌关系 但是很多地方在谈中印关系 尤其是军事 好 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呢 王不见王代表着双方无法化解吗 还是另外彼此之间 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考量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 980问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李大宗李副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这一次上和组织会议 嗯 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然后印度的总理莫迪都到了 这个乌兹别克的撒马尔汗了 为什么王不见王 你的判断 对 其实可能里面还有很多一些深层的因素啊 就是我们刚提到军事上看起来有一些气氛在堆叠 那王毅跟苏杰胜印度外长其实三月份碰后之后 在七月初在G20印尼巴掌外长还有双方碰头 嗯 那在七月底的时候当时是上和组织的外长会议两个人见面 就是说并没有阻挠彼此沟通 但是还是缺你们一脚 所以军事外交都有沟通 对都有 可能刚才凤卿所说的啊 在二十大之前北京也有他的一些重大考量 所以习近平可能认为说 在这时候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一个立即的明显的 因为碰头 因为只要这样碰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荣兵的象征 在中印关系 所以可能还有他的一些重大的考量 嗯 那但还有一些经营啊 这个经营就是说2020年这个边界争执到现在 其实虽然有一些逐步的化解 但是可能还没有办法堆叠到那个刚好的气氛 没错 我觉得民意还是相互的仇视 对 仇视感还是蛮重 很深 非常非常深 而且中印在边界上历臨一直都是一个最敏感的一些议题啊 有双方有争执争议的领土还是很多边界 共同边界至少两千公里 嗯 那2020年刚讲的6月份那次的这个这个冲突的爆发 其实在当时回顾一下这两年其实在中印 双方都有很强烈的这种爱国意识或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很难 马上的缓解 那还有就是比较结构性因素就是中印双方啊 就是都是一个区域的强国 嗯 强权彼此都还是有些较劲的意涵在 那当然我们刚提到美国 美国从川普任内之后就非常在拉拢印度 但是印度基本上 不管是中国大陆或美国很难完全把它拉拢 因为他有向来有非常这个自主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政策 那很多人会说中印好像在俄乌战争之后 两国立场好像非常接近 对俄罗斯的看法和立场表态 但是这不代表说我因为跟你对于俄罗斯的政策立场接近 我们彼此的旗舰就抛开也没有那么的单纯 印度跟俄罗斯的运营版就很深 在冷战时期 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更不用说 但这不代表中印之间这种结构上的那种战略 都是地都是区域性的强权 好所以中印都是俄罗斯的好朋友 但是彼此之间要做好朋友 终究还是困难同搜 其实是两回事情 对 所以他们有生成结构的问题 至今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觉得凸显出中印这个关系 不过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跳过来谈那个南非总统访问华府这个议题好了 因为台湾政策法的这个法案 我们已经谈很多了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我们先来看南非总统 他访问这个华府 因为他凸显出美国希望拉拢非洲的一个努力 美国现在想要拉拢别的国家 都叫人家直接把人家叫到华府来 东南亚也是 然后这个中南美洲也是 南太平洋也是 然后现在把这个南非总统叫到美国来 双方有达成共识吗 怎么看待 美国还是很在意非洲地区 但是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非洲经营上 其实中国大陆有非常长远的历史 而且早期那种特殊的这种 很重要的这种关系 那他基础建设能源的合作很多 但是美国当然是想说 能够尽可能去发挥到影响力 其实布林肯在去年跟今年有两度非洲型 在今年七月份的非洲型里面 他已经去了南非也去见到这位南非的总统 拉马佛沙 就是传递美国一些意见 尤其是美国一定会谈俄乌战争 就是说希望 比较起来在这么多国家里面 我们看到亚洲的美国盟友表态 欧洲不用说 但在非洲地区 非常符合美国期待 义无反顾 很旗帜鲜明 站在说挺美国的立场 指责俄罗斯 这样的数目是非常非常少 不要讲说非洲很少 其实亚洲除了日本 韩国 旗帜鲜明 旗帜鲜明之外 新加坡其实都是相对有保留的 它是作为一个贸易中心 所以它非要有部分的表态 但它并不是全面性的表态 所以我觉得除了欧洲 明显 就明显的少很多 因为全世界大概快200个国家 真正站在美国所主导的资源性联盟 可能的数字是几十个 那所以这一次就是在美国邀请之下 南非总统拉玛佛萨也到了华府 在9月17号 当然是会晤了拜登 那如果从官方资料释放出来看的话 其实两个人谈了非常多的东西 包括非洲地区的这个区域安全 气候边界环保美国一定会提 但是在俄乌战争里面 当然拜登还是会点到这个议题 可是他所得到的回应是非常有趣 软钉子 拉玛佛萨重申南非立场 意思是说我们的政策还是不结盟 而且特别提到说 我很乐意南非跟美国发展 很紧密的伙伴关系 这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美国不应该制裁或是威胁那些 在俄乌战争里面 就是比较不听美国立场的这些国家 非洲国家 这话讲得有点直白 非常非常的直白 对 他就把说你不应该威胁或制裁 惩罚 惩罚 对 惩罚 因为对美国来说 因为美国是 这个全球强权 通常这样的国家 就是棒子跟胡萝卜 一定是两手并用 就希望你能够支持我们 否则我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很显然 因为南非也是金砖国家的重要的成员 他的表态 这位南非总统的 这个拉马佛沙表态说 我再去不结盟政策 不应该去制裁 或是惩罚那些 跟美国政策不一致的国家 他表态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觉得非洲国家 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当中呢 都不愿意表态 也不愿意加入欧美的制裁的行列 你觉得这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在冷战时期 其实当时美苏对抗 意识形态对立 尤其是势力范围 还有国际间很多地方 包括亚洲非洲 都有进行所谓的 带领人的战争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 非洲战或平人 其实可能跟美苏的 对峙的带领人战争是有关的 比如说当时很重要一体 像是新南非的这个独立 南非的一些立场 还有当时古巴 在苏联的这个支持之下 他其实在非洲也有驻军 右派军 其实就是一个左派右派 还有包括当地政府的很复杂的关系 所以这可能也导致说 在非洲国家到目前为止 多数国家是不希望 这个历史的重现 不希望这个所谓的 有所谓的这种 这种外在的这种干预 所以他会主张是不干预原则 而且多数的非洲国家 在俄务战争里面大概就是说 和平解决争端 战争应该早日去做结束 所以他并没有积极去配合美国说 我各式各样对你的制裁 所以美国的所谓 自愿性联盟的团队里面 非洲国家的数目的确是比较低 对 哇 所以这个必须要把那个冷战 上个世纪的冷战史当中 然后你去点算 非洲其实他们的 战或平人里头 有国与国的战争 但更多的其实是内战 是 就跟刚刚这个李大宗李老师所说的 他们这里面有左派右派 彼此之间对峙 抢夺他们的政权 其实也是抢夺美苏的地盘 哇那段期间 其实非洲真的是很惨 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台湾政策法 这个 先过了是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但是后续怎么观察 就是最近也有些讯息 虽然说进了参议院外委会通过 然后送到参议院去做审理 但是因为目前还没看 众议院还没出来 再加上协调出 参众两院一致的版本 再送给拜登白宫来说 你要不要签署 但时间的确是比较紧迫 对啊 参议院到现在没有排大会 没有排院会 然后又加上其中选举 所以目前剩下来的这个 国会的开议的时间 其实非常有限 然后明年初就要结束 所以现在有种说法是说 也有可能会不会把部分的内容 就把它放在每一年的 这国防授权法里面 来做处理 其实这样的一些呼声 在这次参议院外委会审理之前 就有人再传出来 但整体来看 参议院外委会 有稍微踩一些插车 主要有三个地方 就是这个北约地位赋予台湾 非北约主要盟国 还有我们驻美代表处的更名 还有包括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任命 这些都被踩杀车 属于象征 政治象征 对象征意义多的 都踩杀车 但均购的部分 大概全部都维持了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非常谢谢李大宗 李教授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